本身赵总这边他联系我的时候 其实我是不想来的 我工作时候我喜欢说 我做这个事情 他一定是对我的有正向的一个宣传 或者是说正向的一些东西 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说浪费时间 没有意义 后面赵总他说 他说你知道兵力都来我们这儿讲 我说 然后他说大疆也来过 然后什么腾讯也来过 我想我不是正在做品牌吗 我要去跟这些品牌碰碰词 也可以 主要是这么个目的来了 我记得我们当时来深圳的时候 我们去找那种写字楼就只有一家 大概过了半年 那上面就有七家 全桌延级的 对 每一层楼都有 每一层楼都有 我们现在内栋应该就是 我们内栋没有 我们现在内栋没有 就是因为我现在那个是做的 就是大众意义上的较高端嘛 那么我们内栋楼的租金会贵 租金会贵一点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门槛 再加上我当时去了解的时候 就那栋楼它就是大部分都是用于办公的 而越是这种我越喜欢 就是一栋楼就指你 就会好一点点 当时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种快速的竞争 特别是让我 我觉得这个太卷了 而且你越是和 更接地气的竞争者竞争 就很烦 他半夜起来就要跟你 就是竞争 他真的半夜 晚上三点多钟 起来跟你弄点什么事情 就是这种 就我觉得这就很烦 你知道吧 真的 真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 就是 中国人太多 没办法 就是这样子 大家要吃饭 这可以理解 我们当时 我记得我们那栋楼不是一栋楼吗 上面很多眼镜店 我们花钱租了一个水盘 上面写了一个广告 说配眼镜请到多少楼 对吧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花钱了嘛 类似于这种 就是水盘嘛 那些配眼镜在多少楼 我记得花四千块钱 放一个月 我放出去第一天 我那个店里面就收到了三条差评 以前从来没有 就同行写的嘛 他来给我写 我们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确实可能这样做 把别人的生意就断没有了 可能我们可能做得一点过分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广告撤掉 就竞争到那种层面呢 我觉得这种钱我不挣也可以 我看到了 我觉得高端眼镜 就是大家所谓的高端眼镜这个行业呢 有市场空隙 所以我们就大概考察了一年多 考察一年多 然后我就决定做这个事情 做这个事情呢 我就先去投楼广告 先投广告 去看到底有没有需求 因为高端眼镜的这个东西 我当时最开始的认知是 大家第一认知 一定是我要买什么品牌 对吧 我要买林德伯格 我要买Lotus 我要买Prada 我要买Cucci 当时是我的认知 因为本身我一直这么多年来 是做运营的 所以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去投广告 回去看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需求 然后我投了呢 甚至我投了 我全国性的投 因为当时还有百度搜索的广告 付费广告 我先去投 投了之后呢 深圳的数据特别好 深圳的数据特别好 这是为什么我们来深圳的原因 我上次在重庆也投了 重庆还可以 因为本身我是重庆人 所以呢 在那个地方我的资源会更多一些 然后我的市场成本也会更低 所以我的第一个店就选择在重庆 如果在重庆能做出来 因为重庆我们其实 我的目标客群其实相对较少 所以在重庆做压力测试 因为我当时认知是 大家第一认知一定是先收品牌 而且这一个想法是对的 我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 回看起来是完全对的 就是大部分不懂眼镜的人 或者是说80%的人 想买好一点的眼镜 他都是收品牌 他不会说 哪里验光验的好 哪里的服务好 他一定是说 我要零德伯格 我要Cucci 我要Prada 所以当时我们就测试 测试之后呢 就发现还是有一定需求 越是在价格高 对于眼镜需求量比较大的 他对于眼镜的需求 不是要一个品牌 当然有 70%的人还是要品牌 但是在品牌之上 他们还会要更多东西 他其实大部分的人来说 他并不是买你这只眼镜 他是要解决 他背后的一个对应的需求 我这么举个例子 之前我们开业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合作伙伴 他的哥哥 最开始他哥哥是 在检察局上班 然后后面自己留学 出去读了律师 然后回到重庆 开了一个律所 学识 家里面的钱都是够的 我说我们开了一间饮店 你不来试一试 他说如果我是过来送礼呢 我就来 如果你是当我买眼镜呢 我就不来 他意思是说 我买眼镜就当送礼了嘛 我说那你就不要过来了 就不差你这一单 不差你这一单 我们不做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都不是说 做那种熟人生意 我们还是想做市场的生意 大概过了差不多两个月 他自己找上门 他说我还是来佩服林德伯格 我说你怎么知道林德伯格 是因为他去上海建了一个投资人 投资人把他点了一下 他戴的是个暴龙眼镜 他是这样的 他以前的认知呢 是说比较务实 他觉得暴龙戴着很舒服 也还可以 也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品牌 然后那个投资人呢 就把他点了一下 别人戴着一副K金的Limber 也就是把他点了一下 就说你这个眼镜不错 以后可以尝试一下其他款式 就是把他点了一下 他就懂了嘛 就他主动回来 就说我要佩服 那说明实际上 就是我没有说服他 社会把他教育了 还有一种需求呢 是追明星的 就是我有钱 但是呢我想佩服 也不叫追明星嘛 就是明星同款会 明星同款会带来 对用户来说 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 是说明星用的东西不会差 就是明星带的东西不会差 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对比如说像 对吧 9704 也是我店里面Limber 卖的最好的一支 对江文同款 江文那个广告还是Obo拍的 对 其实像江文 包括像这些 比如说像什么梁文道啊 或者说像什么斗文涛啊 他们这种类型的 包括像那个 在视频中央天天骂街 那个就是 就是那个画画的 陈丹青嘛 其实他们戴的眼镜 大部分都是这种 专业性品牌的眼镜 而且价格都不菲 就是在大众看来 价格都是不菲 四五千 一副眼镜 六七千 还是 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太贵了 其实你看哈 就是我们刚才 我们讲到了一个 一个近视的问题 就是以前没有近视 谁不近视 戴个眼镜干嘛 就像你一样近视 都不愿意戴眼镜 是吧 很显然眼镜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负担 那么但是为什么要戴呢 是因为你确实 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 框架眼镜 框架眼镜是时间最久 从明代开始 有一幅画里面 就一个老子 戴了一个眼镜 明朝的 一幅画里面 那么在明末青初的时候 有就民间就有眼镜链了 长沙的老阳明远 这个牌子 当然这个牌子 现在这个牌子 是一个很 对我们这种搞营销的来说 这是很好的品牌 但是不知道 你那么悠久的历史 你应该 但是因为它内部的问题 几个 就是持有人的后代的问题 然后导致这个品牌 就是 老阳明远 老阳明远 现在在长沙还是有的 而且也是应该 是单纯的眼镜店吗 是单纯的眼镜店 但是我没有去长沙 看过这个店 但是 老阳明远 包括什么 康熙 钱龙 这些全是进行 以前是用天然材质去解决 对吧 像水晶 这些去解决 然后戴帽的镜框 或者说木头的 或者一些东西 在佛罗伦萨 那些地方生产出来玻璃之后 慢慢地就应用到了眼镜上面 慢慢慢慢地这样发展 所以眼镜的历史实际上是很长的 好 除了眼镜呢 你还可以怎么解决呢 你还可以用隐形眼镜解决 就比较现代了 是吧 还有角膜塑性镜 角膜塑性镜就是晚上戴 把你的角膜压平 不疼 但是很难受 有义务感 一个月要去医院 除一次角膜蛋白 然后就是飞秒 其实它们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近视是怎么产生的呢 就我们近视本身 我们眼球是一个圆 你可以理解为是个圆的 对吧 然后由于我们的眼轴拉长 就变扁了 本身光是落在视网膜上面 它落到前面了 就不聚焦了 落到视网膜前了 看不到了 这就叫近视 落到外面就叫远视 如果你是远视 更恼火 远视是看远看清 看远看近都看不清 看近视是看近看得清 看远看不清 所以远视更不好 对于光学角症的时候 更不好 从这几个手段里面 就是比如说你做手术 做手术是在你的角膜上面 要么就是削一个透镜 它就把它切一块 其实就形成一个凹透镜 然后让它射到你的视网膜上面 然后要么就是ICU植入 植入一个晶体 就是把眼镜放进去 那如果您的度数发生了变化 你要么又戴眼镜 你要么就把晶体拿出来 重新换一个 就换晶片 目前近视只能矫正 不能治疗 这些全是矫正手段 相对来说 眼镜是整个解决方案 还有一种解决方案 忘记说了 就是不矫正 就像您这样 数量也很多 这种是问题很大的 一会儿跟你讲 你也是我的客户 你跑不了 我们先讲矫正 先讲矫正 就是眼镜呢 它是所有 就是我们矫正手段里面 目前来说最安全 而且也是目前占比最大的一块 眼镜很难做 很难做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外面有28一副眼镜 68一副眼镜 99一副眼镜 你们可能 我不知道你们刷到广告没有 因为我是做这个的 我天天刷到 抖音天天给我推 那个小红书天天推 那么68 不行啊 这样我不要钱 就都是这种 你说这种眼镜能不能配 能不能戴 能戴 而且它一定比几百年前 要好 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你从看不到 变成看到 以前你的世界一片模糊 现在能看到了 然后它能解决 就是如果说我们以 目前世界上面最好的矫正的方法来说 它能解决80%的事情 就是从看不到变成看到 就像我没手机 变成了我有一个 有手机 就是至于说 这个手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就无所谓 反正能打电话了 能发微信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人三线在做的事情是 能解决你95%的问题 以前我认为说 高端眼镜就是竞价 竞价好 其实竞价值是它里面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 我以前对于近视 或者说时光问题的认识的一个狭隘 就是我们的时光问题 其实不仅是近视 散光 你还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的两只眼睛 差别很大的时候 你这只眼睛300 这只眼睛600 就很难融相 其实300度还好 我们在深圳遇到的客人 有一个客人 这边眼睛0度 这边眼睛900度 但是你知道很奇怪的是 我们的书里面写的 两只眼睛 趋光称之超过300度 就不能融相 它900度它能融相 然后我们验光都没有办法验 我们让他下去买了一个 隐形眼镜600度的隐形眼镜 两只眼睛差别300了 然后再去验的 还有一种就是隐鞋 隐鞋式 就是你两只眼睛看 一个精细的点的时候 它是很难长时间 盯着那个点的 深圳 我们至少说 我们店在这边开了那么久 深圳我们接触到的 60%的人 都是有这个问题的 为什么 我之前有一个 字节的用户 我就跟他说 为什么深圳会是这么一个 因为我们在重庆店就很少 天津店也不多 相对比例不多 为什么深圳那么多 因为 比如说我像字节的这种 就是 字节和心脏只能有一个跳动 你们11点钟下班 每天用眼 每天用眼 太过度了 这个不是一个 作为一个动物能接受 对吧 这个问题 在深圳 特别的明显 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不正确用眼 以及你们的 度数矫正 欠脚 还就是配对于眼镜的 不重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深圳的工作的人 普遍的年龄太小了 太小了之后 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暴露 就是这个问题 大家都存在 但是你的年龄小 所以你 这个问题 对你来说 没有暴露 到了你40岁 你就知道了 它就暴露出来了 你的肌肉 没办法控制了 因为我们的眼睛的 神说是靠肌肉 去控制它 你的肌肉老化了之后 就像我以前 不可能因为 去徒步 一百多公里 造成让我一年多 脚都还疼 不可能的 但是我现在 年龄大了 它就会这样 以前 以前我能熬夜 现在我熬不了夜了 所以 深圳大部分年轻人的 失利问题都很严重 但是之所以 你现在还生活得 很开心 很快乐 是因为它没暴露出来 但是这个问题 已经有了 所以 深圳的医院 都赚不到钱的 我有个医生 他来深圳之后 他之前是在东北那边 他说我以前 手上面有15个病人 而且他们的病情 很复杂 老年化嘛 书上面写的 这个病要这么治 但是他身上 从事有五种病 怎么治 但是那个 对于医生来说 他是能 快速地提高 自己的专业水平 因为医生其实也是一个 要去摸索 靠病例去撑起来的 这么一个行业 来深圳之后 没人生病 因为太年轻了 他们每天的工作室写报告 他说我虽然在这里 拿的工资比以前多 但是如果我再坚持下去 我的后半生 我的职业生涯 就要断送掉 不是我说的 客人说的 是我客人 他说深圳的医疗和教育 都很差 相比于广州来讲 以前我还想 在深圳来买房 现在我完全不想 因为你来一个地方买房 你是为了什么 你为了教育 你在大城市 大城市买房 不就是教育和医疗 你还有什么好的 如果说你要说住得舒服 那我农村修一栋别墅 50万 比你住得舒服 只是我的医疗教育不行 对不对 完全对深圳没有那种感觉 你知道吧 就是在搞钱 就是在搞钱的嘛 大家就是在搞钱的 还有一个 就是为什么医生不愿意 在深圳呆 我不知道在座的工资 我想应该是 我乱猜 应该工资很高 你们 我们就说这样 普遍一点 三万块钱一个月 四万块钱一个月 三万 竟然撒四万块钱一个月 一个医生 像我那客人那种医生 大概也就是四万块钱 三四万块钱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以前在他那个城市 拿两万块钱一个月 人上人 无论是他的消费 还是他的地位 来深圳 我还没有程序员的工资高 别人又不需要他 就是这个城市 对他的需要性很低 我的工资水平 相比的工资水平 跟大家的相比 然后我的职业后半 后半真的职业也会断送 所以医生不愿意 在这个地方待 那你医疗不就靠医生吗 再好的设备都没有用 我们其实我们这个行业 就是半一半三 我们在深圳特别难招 专业的 我们想要的那种 对 因为医疗太差了 但是我们在重庆特别好招 而且不漂亮的我不要 还可以挑 在这边完全没有 他能达到我的基本的专业要求 就很难了 很难了 就不要挑长相了 就不要挑长相了 当然我很幸运 我深圳的几个同事 这个不是客套话 这不是客套话 深圳还是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就是我对这个方面 还有些要求 然后就是这样子 深圳这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 就是这种隐邪式的呀 特别多 我们基本上 因为比如说 你有冷静的情况 比如说如果说 你有隐邪式 那么我们如果能用 冷静的方式帮你矫正 我们就要加冷静 如果你是那种情况 我们要加 不等相片 就是把一个眼睛 看到相放大 在镜片上面 都是在镜片上面 是这样 以前传统的方法 只能定性 不能定量 他知道你有 但是我没有办法解决 他只能去 以前的方法是试 但是他就去试嘛 就跟三四百年前 康熙配眼镜是一样的 你看不到吗 我先给你磨一个镜片 安上 看得到了吗 看得到了 我再给你磨一个 这个是不是看得更好一点 对吧 他就只能试嘛 之前我还看到 就是一个视频 我不知道是真假 就是印度配眼镜 就拿一个镜子 放在前面 他给你移上来 移上来看得到吗 是一样的 那个末代皇帝里面 演的溥仪去配眼镜 不是他那个装饰盆 他老师叫装饰盆 带他去眼镜 里面的那个画面 就是用一个 那个片 拉远 拉近 其实就跟那个印度 那个是一样 所以说这个会造成 对还是不对 没人知道 然后用户 戴着不舒服的情况 也会很多 但是我们的教科书上面 是写有的 就是这个东西 该怎么解决 加能力量 这些都是有的 我们本来人 就是用两只眼睛 看东西的 但是你们去验光 是不是一只眼睛 折着 对啊 我们验光不是 两只眼睛睁开眼 我们要找到 最根本的东西 为什么你要戴眼镜 我如何去 把眼睛解决好 这件事情 特别重要 因为以前 你们没有接触过 你们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感觉到下午的时候 眼睛特别酸 酸胀 有这种情况 是吧 对更容易疲劳一点 是因为你用了一天的时间 你的眼睛 这个眼外肌啊 包括你的结状肌啊 这些收缩 太过了 那么如果你的视力 比较好的情况下 就不会 为什么 我可以解释这个原理 你就知道了 我们配眼镜 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要主角 主角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能看到多远 我就要让你看到多远 这叫主角 然后我用最小的度数 去实现这个问题 就实现这个目标 这是验光的一个 基本的原理 那么如果在你眼睛 没有主角的情况下 你要去看一些东西 你看不到 你的眼睛就会 极度去收缩 你的这些肌肉啊 就会累疲劳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我说的 隐邪的情况 就因为我们现在 长时间都是近距离用眼 那么你要 两只眼睛 对着一个地方看 你要长时间的看 但是你的 你的眼睛 没有办法这样做到 它就要跑开 那你大脑不允许 要让它回来 它又跑开 它又回来 它又回来 那么你的大脑 就会控制你的 几条眼外肌 包括你的结状机 去做这个动作 一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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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什么时候最耗电 就是没有信号的时候 一个原理 一直在输出信号 对 它一直在输出信号 然后就耗电 你去看这种 精细化的东西的时候 当你的眼睛 不靠谱的时候 它就要额外地去调动 因为你人是平衡的 人是平衡的 它一定是这样 就包括我们近视 其实都是一个平衡状态 因为你要长时间 近距离地用眼 所以才让你近视的 因为我们的人的眼睛 是为了看远而生的 一直以来 你的进化太短了 这个时间 对 所以高度数是会遗传的 遗传 其实你就在变成 新兴人类了 对吧 你要近距离地用眼 就是这么个东西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累呢 就是因为它要一直消耗 额外消耗你的脑力 以及额外调动你的肌肉 去实现这个目的 所以你就会下午感觉 眼睛特别酸 脏 累